那这个两端呢都是有这个活骨头的地方 上面呢是有一个 你看了像最般的关系 而下方呢是一个小骨 直接通透的 摸上去啊是非常的滑滑 感觉非常像一个肉类 那我们用纸子呢也大概量一下 这个东西的身长呢也大概就在 19公分左右 这可不行 你这是假的吧 这马上报道了 这假的假新闻 这马上都报道了 而我们呢也说 老四的农民都成了四毛啊 发现六丢龙智能质强 在我们国的多个城市呢 是因没发现过 而同时呢这个东西呢 比较适合在我们陕西的 哎呀哎呀这是啥功效 因为它这个时候讲的环境特殊 一般呢都是深埋在底下 那么很难的被人们发现的 而同时呢我们了解到 这啥东西是这样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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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要寻找这个长生不老的药 发现这肉丁这个 就是中药材的体重之一 老人说你是现在 门草钢务 哎呦我看这个 这个东西是这样的 这是 这叫三年车 这是泰色的胶购物 哎呀这个是 这个是 这个是又铁 这长多年了 这个大概长三年了 这个 这个 这个怎么这边没有眼呢 它还没长成了 咱长成了这就有眼了 真是活呢 这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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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卖一半八 知道吗 不要吗 现在呢我们就来了 不能直接去那 把这次 这个 他们都总做的 行李上 这个是不是整个 这男生没有 不然这么 他们发现了一个 都是 哎呀 不是 像 那 那么就连村子上了 年纪的八何兹的老大爷爷 告诉 他们也是从来没有见过 类似于这种的东西 那么现在呢 我们就一起上 来看一看 到底